各位投资朋友大家 我安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63点 乘加量1994亿 那外资很卖了150亿 说外资真的对台湾真的很差 已经卖了一兆200亿了 那这个盘今天回了 163点最重要的 他已经有跌破十字线 当然季线又已经破了 所以说 之前跟各位报告的支撑 这一波在涨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关卡十字线 已经被有效 被跌破了 已经触到 今天说完跌破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另外网传 长荣会 晚期一会跌到45块 我觉得这不是疯子 这是骗子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盘后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跌了163点 存在量1994亿 整个现行看的话 其实当然这一波 涨得也蛮辛苦的 就外资一直在对台股做卖超的动作 那我就跟投资朋友强调 美国股市如果涨不上去的话 我们台北股市一定在短线有可能会见高点 虽然这一波来讲的话 中轴的部分是13867三天站上去的 但是站上去以后呢 其实代表是走回升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如果说真的是跌 尤其美国股市跌的话 要特别留意一下 十字线跟月线之间的关系 那目前来讲的话 就短线涨今天已经跌破了十字线 跌破十字线来讲 当然最重要是月线的关卡 因为这一波来讲的过程当中 月线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 一天破了又马上就拉上去 马上破了又拉上去 那这一波上涨来讲 以目前来讲 交易日来讲 已经来到30天左右 30天左右 当然今天的跌 不一定说是就已经结束了 当然最重要是看美国股市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从上礼拜五 从上礼拜五 从上礼拜五跌的过程 当然我们看到球还是姿态蛮高的 目前还是在 呃 十字线之上 当然最重要是他贴到了连线 贴到连线 那NASDAE指数来讲的话 也破了十字线 现在在称月线 再来到月线之上 费败来讲的话 已经破月线了 这对台股相对比较不利一点 那标普来讲的话 来到十字线这附近 所以整体美国股市来讲 倒不会说因为这样子就跌了 倒是 正高档 算是高档震荡行情 不过碰到连线来讲 压力都很大 我们看一下3008的大雷光 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大雷光上次我说 这一波反弹 你就看连线就好了 就看连线 那连线呢 真的还有站上去 还蛮厉害的 你看这里来讲 站上连线 12345678910 11天的时间 但是呢 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往下跌的状况 所以说连线在往下 所以你看 除息以后呢 其实还算上礼拜的除息行情还算蛮漂亮 一天就天息 但是今天突然就往下杀 突然就往下杀 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股市的跌了 那今天大概都是跌比较大型的一个全资股 所以说你可以看从大力光从道雄来看的话 个股来到连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 尤其它从低档跌了破连线离很远的地方 在技术面上来都是一个面对都是强大的压力区 所以特别同学在操作上来讲还是要特别留意 那外资今年来讲的话 对台湾股市来讲真的是很 怎么讲就是想卖吧 你也不能这样讲 他到底要卖到多少呢 我说一个怀疑 就是说外资真的有这么多筹码吗 手上 真的这么多筹码来讲都没有长线的吗 那这里来讲 从这里开始就是 可能的一万五以上或一万四以上就开始要卖台股了吗 对不对 你看今年你就卖了一兆了哦 再加上今天一兆零五一百五十八一的哦 那到底要卖到多少他才要高兴呢 还是他其实卖的东西都是借券出来的 借券出来卖的 那根本没这些筹码 只是我们政府提供到方便 还是要多工双向好啊 就多工双向啊 那政府自己买的 累的要死啊 外资就一直放空啊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外资来台湾讲说也是骗子的 都在台湾骗钱了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瑞士信贷又来了 瑞士信贷 投资朋友还记得吗 上次我跟我讲说瑞士信贷 群状看到八块钱 群状看到八块钱 但群状今年基本上是不会很好啦 但是我说至少净值二十九块 他想涨就涨了 那最近有没有想涨 有嘛 好啊你说 今年赔钱又怎样 但是他想涨就涨 只说技术面操作你要不要去做而已啊 好所以说像我们国内的啦 我们讲之后这是我们国内的啦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内 人家人家看也不会看那么差 这是我们国内的 好就中立啦 还是看中立 但是目标价 他是看到十四块 调价到十四块啊 第一个出口面积与ASPJ不如预期 第二季油银转亏 EPS-0.45 B终端库存堆积 3Q忘记不忘 预估EPS-0.67 三面板试矿低迷 近代营运落底 今年赔付的1.63 这是最近看的最高的数值了 那赔1.63来讲 他的净值还多少 他的净值减完1.63 还有26.2 减值钱 他今年群创有减值嘛 所以你看 那我请问同学朋友 那群创来讲有这么差吗 结果就是新贷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讲说 他看到八块钱 那这一波来讲 就短线来讲的群创 还是有表现的嘛 对不对 你看3481 这一波来讲的话 他算是有点 你看如果说看八块 你看上礼拜 我记得是涨停板嘛 对不对 过季线以后 你看跨到八零线 他跌到十块钱 你看十块 涨到现在的为止 还不错啊 二十几% 是不是有涨吗 你说他涨 我说从EPS看 但是你说净值 26块多 他要涨合理吧 就涨到可能五倍吧 五倍就13块多吧 0.5倍啦 就涨多一个性的净值嘛 那接下来就整理嘛 所以你说这边看 117500 你相信吗 那如果说瑞幸看这么好的话 那外资为什么一直在卖呢 对不对 从1392 一直涨到现在来讲 涨到 15400多点 结果呢 还不是沿路卖了400多亿 连今天算进去的话 这一波已经卖了快550亿了 卖了550亿了 所以说你要看这个东西都不要被骗啊 都不要被骗 你就看图说故事就好了 什么叫看图说故事 来都教你什么叫看图说故事 我们回到大盘 什么叫看图说故事 这一波在涨 你看哦 这一波国安基金进场在这一天嘛 那一天开始买股票 我就开始待会买股票 你看哦 就涨有没有 就涨的过程当中 沿着五日线再走了 这时候都是反弹 对不对 都是反弹 反弹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用管它涨多少 你就把十日线只要一过 就以十日线为标的嘛 这一波最艰险的就是这三天而已 有没有 这三天 一二三往下跌而已 那这三天来讲的话 你只要能够撑得住 就是说不要被吓到啦 就不要被吓到 因为十日线毕竟也是破了嘛 然后月线也破了 但是月线那一天来讲有缩脚 你看隔天就涨这一波上来 对不对 就涨这一波上来 好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看作 你看这边在这边站上去 是不是又站上十日线 你就不用太害怕嘛 该买股票就是买股票嘛 对不对 该买股票就买股票嘛 你说这里 我说这一波 我说看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这这几天看 其实以今天虽然跌破十日线 但是说看到这个半年线 的机会是还在的啦 但真的是要看美国股市啦 因为你去看嘛 美国股市只要涨 只要没有涨很多 外资就卖个几十亿 那我们就小涨小跌 就大概都个平台整理 那美国股市如果你看 像上个礼拜五四大指数都跌 之前来讲这几天的时候啦 美国股市是有涨有跌嘛 那四大指数都跌 科技股跌两% 今天跌重一点 外资就给你卖了151 那如果说外资有这么多筹码的话 我真的不太相信 讲难听一点 我都不相信外资有长线的 那这些都是短线的这些 所谓的避险基金借券 来干扰啦 你政府其实你钱多嘛 你觉得你国安基金5000 你能买多少 不晓得啦 我讲实在话 外资今年都卖了一兆 200多亿 快200亿的 对不对 一兆都已经垫底在那边了 如果再往上卖呢 你说台股台股谁受得了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升级股就整个啪啪啪啪就上来了嘛 那升级股会涨 当然就是合一的关系啊 这一个嘛 1743合一啊 那三口外用乳膏 这个叫急速 急速必义啊 我不知道 叫1101 通过美国510k 许可以三口忽料医材 他是医材的哦 认定过关了 那合一将禁速对于接受以美国FDA510k 简易注册的其他国家提出上市申请 所以他是简易上市的哦 那树必一呢 2021取得台湾TFDA的上市许可 那2022年呢 布局同如年初已完成100家区医院禁药地区医院 及送件36家为主 那也获得马来西亚药管局 菲律宾药管局 未来药管局 受理 那这个糖尿病的口 反正糖尿病很容易溃烂嘛 伤口破云很容易溃烂 那这个来讲 专门如果说 医糖尿病的患者的伤口来讲 那特别的有效吧 那西药的部分呢 这个已经三期临床 那另外美国糖尿病权威合一的目标 就是要在2025年在美国送出 那全球先进 复合成财率6.5% 这样子 反正呢 大盘不好 有这个消息出来 你看 主力就转向了嘛 你说今天买这么多 你看 等买了 的 张数 5万多张 今天一开盘啊 就就涨停了 就涨停了 那其实你要买就是刚刚今天 那我知道有人长期货有质长个股 就是等这个机会 那这个东西就看 你看他也是从300多块跌到升了155块 155块 那这个消息真的出来的话 就看他怎么去充了吧 就看他是怎么去充 那今天充的话 让很多的什么中天啊 因为他有合一的持股 整个都往上飙 整个都往上飙 所以说大盘不好 升息股我整个今天就疯狂 就疯狂 那升息股我真的讲 我真的不太会做 第一个你 我没有消息一面 第二个EPS 其实只会有估得出来的 不然这种股票来讲 那波动都很大 你做赚 做对方向赚很多钱 做错方向你不停损 也赔很多钱 所以说你原则上就是操作 就是要停损 就是这种 不管什么个股 都一样 都一样 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把一些个股来讲做一个 因为毕竟破了十字线 所以说加登我们已经卖一半了 对不对 红海的部分 从红海来讲 我今天来讲我卖一半了 今天来讲我卖一半了 我成本已经赚了10%左右了 所以我这一波的操作 目前来讲绝对不是大豆头市场 也许走回升 但是绝对不是大豆头市场 绝对不是 因为从基本面看的话 大豆头市场原则上就是两个 一个资金行情一个加上基本面行情 如果这两个能够加起来的话 那个盘就可以走很凶 那目前这两个绝对都不成立的吧 基本面也没有嘛 那说资金面也没有嘛 资金面 FED还在紧缩嘛 那基本面来讲 我们知道电子业库存一大堆 那行业来讲的话 上海集装箱指数也跌 然后散装指数也跌到七个月星期嘛 那钢价也跌 你看看也没什么真的一个好消息啊 所以这波涨的话 是涨什么 是涨一个跌升 跌升的一些价值的提升 或者是股票被误杀的 就像跟各位报告的什么 星星 蓝电跟景硕 蓝电我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那时候才250几块 对不对 在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 你看这几天也涨一涨50块了 是不是钱 但是钱啊 你知道买他房子有安全吧 对不对 啊我们是买什么 我们是买星星啊 对不对 我买星星啊 买多少 151 是不是 我们今天167以上 已经赚10%以上了嘛 167以上 就卖一半 你看3037的星星 有没有 在这里慢慢涨啊 是有涨啊 你看他在到季线而已 是要季线而已 今天至少大盘跌他就有涨 有涨就卖啊 管他咧 10%以上就先卖一半再说啊 是不是 那之前都跟他报告 你如果那时候买 你买了随便放着 你赚个10%也是钱啊 你说这种行情 你说能够赚 一天 人家合一一天涨停 那没办法 那那个 真的你怎么去赚那个涨停 第一个你基本上研究不出来 你也看不懂 你要能不能通过 你能不能知道 谁也不晓得啊 主要你有内线消息 所以升级股云那种就很难操作了 所以说我们赚钱的部分 10%了 10%了 我们就先能走就先走 那现在跌破直线的话 就是要警戒一些 就是要特别要警戒一些 那航运股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很很关心 嗯 我们来看一些讯息面 我们来看一些讯息面 比如说这个不满物价飙升 甚至英国最大货柜港工人 发动罢工啊 最大货柜港叫做 惠利克 惠利克斯托 这个很难念 弗里克斯托 那近2000名工人 自今年开始进行为期 8天的罢工 有没有 这成为打击英国经济的 最新罢工行动 那在这个港口每年处理 来自2000艘船船舶 为400万个货柜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对航运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 又是一个塞港嘛 对不对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是欧洲500最严重的干旱 多脑河 莱茵河 可能消失吗 真来讲的这么严重 还是一个河段而已 那你看哦 欧洲500年最严重的干旱 百分之六三的地区 显示干旱警告 包括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在英国 莱茵河 多脑河都出现了干旱 所以我们台湾今天天气高达36度啊 那英国东部和南部原本绿意昂然的土地 如今大片已变成了棕色 这是意大利知名景点最大湖泊加尔达湖 水位严重下降变成了岩石海滩 这个是哪边西班牙的干旱的 这是你看这应该是以前罗马建的一个输水道 那你看得出来你看这么严重 那你也知道其实像这种欧洲来讲的话 船要进去他们的港口都还是沿着这种南硬河进去的 在一万吨以下的船都还可以进去的 那现在这个没有的话那船也进不去啦 那船进不去你说货物怎么运 怎么运就只能在外面等啊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以目前这个也是造成一个供给大量减少的原因嘛 对不对我船都出不了了 你说你货给我有什么用 你货有什么给我用 那但SCFI已经连跌四个礼拜了 你看这个跌了三点多发 也相对跌的越来越重 那目前来讲的话指数来讲 当然会跌是什么 当然就是总体经济比较差一点嘛 然后大陆还是在封城嘛 很多大的地方都在封城 那封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你说航运 我说航运来讲 以目前看的话呢 其实你买的话 你挣不了什么钱了 但是你这里要不要卖 我还是那个论调 你这里真的不需要卖了 真的不需要卖 因为航运还是有一些 你在想嘛 你看从今年开始跌跌跌 跌了三成 但是你看长龙营收 还能够创历史新高啊 今天长龙有跌啦 当然有跌啊 我有话 这种消息它不跌才怪 对不对 但是跌 你说你投资朋友 我问你一个问题嘛 你说它跌 问你它能够跌多少 有人想说船跌到四十五块 这是这样网络在船 跌到四十五块 用这种方式来讲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啦 假设这种等据来讲的话 这一三九 这里这边跌波的话 这边等据什么四十五块 在船 而且说是一个专家船的话 大家都很信哦 这四十五块 我说这不是疯子 这是骗子 如果他是骗子的话 就是吓到 因为他你看哦 最近 他连 把这个讯息放进去的话 很多人都会被吓到 因为这真的是实际的事情 在债商说会跌到四十五块 就一直很多人 有可能在这里 就一直卖 一直卖股票 就是持股 会怕啦 他的重点在哪边 就是接股票嘛 接股票嘛 接股票嘛 接股票干嘛 减之后做一波嘛 对不对 啊你说最近来讲的话 外资也还好啊 你看 你看外资在 这里来讲都卖一千多张而已啊 也没说卖到哪边去啊 自营商还在买啊 投资也在买啊 当然股价表现不会很好 我也跟各位报告了 这一波涨了三十四趴 那修正来讲啊 那你每次什么时候能够赚钱 来投资朋友 你每次常能够赚钱 就在重点处才能够赚钱啊 你就找那种越乖越大的手 才能够赚钱啊 所以现在其实也不是买的时候 讲实在现在不是买的时候 但是呢 你有的 你现在来讲 你要卖到 你说四十五块 我们来探讨这个四十五块 这个四十五块来讲 你觉得什么 怎么跌到四十五块 第一个这个地点在这边 还这么这么久远 那九月六号 现在已经今天九月八月二十二了 八月二十二到九月六号之前 跌到四十五块 你说减资完 怎么可能变成四十五块 减资完净值都两百多块 你就四十五块更离谱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成为四十五块的话 是现在最有可能 从现在开始到九月六号之前 那这几天的时间 如果说长龙从九十六块跌到四十五块 那腰斩的话 那大盘要跌多少 至少跌三千点吧 要吧 三千点四千点 那请问投资朋友 在这两个礼拜里面 大盘有跌三千点到四千点的条件吗 那我请问你 如果说你手上有长龙 你愿意把你股票卖到剩下四十五块吗 你怎么可能 长龙今年喊不当当赚个六十块一定有 明年也可以赚到钱 明年赚到二三十块一定有的 那你赚了六十几块 你四成配给你的话 今年也配到二十几块给你 那你配二十几块的公司 你股价愿意你卖到四十五块给别人 谁 谁愿意卖 你去看 谁愿意把自己的股票常常卖到四十五块了 所以说四十五块 那传言真的是还说是一个高手 我说根本就是一个骗子好不好 他就是要把你的筹码洗出来 所以配合SC集装箱指数在吓唬你 那集装箱指数这里来讲 投资票有没有可能 这里就是变成一个相对底部了 你看他已经在赶底了 很多人赶底 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大陆封城一结束 然后接下来美国股市来讲 你看最近沃马的财报没有比予其差 沃马代表零售业嘛 对不对 那油价也跌到一个程度啦 所以美国最坏的状况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那接下来如果美国股市又再 其实这波涨不少 财务效果真的要增加一些 你说忘记不忘来讲 忘到没有那么差 忘记不忘没有到那么差的状况之下 如果一环转的话呢 我看就开始涨了 好就开始涨了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续集都很差啦 讲难听一点啦 你讲太多也没有人相信啦 所以现在市场对货柜来讲 大概都是避而远之啊 但是投资票你如果你有 我常跟各位报告 你没有的话我不建议你这里买 真的啦 不建议你在这边买 因为你目前看的话 你说他要涨的话机会不会太大 因为我说这种股票 要涨一定要大盘涨 那大盘目前都已经破十字线了 对不对 那你要卖 需要把这个股票卖到这里吗 我绝对也不需要 他最多就在这边整理而已啊 就是整理而已嘛 所以说你觉得说你换到你更好的股票 可以赚钱 那你就自己能耐去做啊 对不对 那重点我常跟各位讲说 其实这个啊 这三大航商 台湾总算是这样讲嘛 目前全球有三大航商航运的联盟 控制超过八成的海运市场 十年前十多家航运控制的远洋货贵 这就是这十几家有没有 这主要成员 这十几家 几乎都是全十大的 全十大的 全十大的 其实那时候货柜的控制运量的远洋货贵不到百分之十二 如今呢 产业遭到不断的并购 导致三大联盟有绝对的话语权 控制全球航运 现在涨跌 我常跟各位报告 不会因为疫情 整个运价可以涨到那么多 而且还连转两年 很多公司都没有连转两年 对面板有连转两年吗 Drain有了 但是你说可以像长荣 可以这两年来长荣你看 长荣算一算加起来 可以赚到六千 六千亿台币的钱 六千亿台币 你想长荣可以赚多少事情 做多少事情 杨明也赚了快将近十个资本而进来 你看这两家公司来讲最近都是买新船 买新船不是因为看好一直在扩充 其实他们现在买新船是为了淘汰救船 我竟然赚了这么多钱 为了有一个探中荣的议题 我如果公司要经营下去的话 我不做的话很简单 我钱花一花打解散 两年猫到这一笔也够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永续经营的话 你总要买新船 那买新船来讲的话 以前没有赚钱 旧船来讲的话还是多少用一些 你看长荣这一波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钱 就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他敢押宝去造新船 那新船出来的时候 那个航行效率有点比较高 运量又比较大 所以长荣你看他的营收为什么一直这么高 都在高档 营业利率六十几%原因就在这里 那你说这种优势来讲明年就没有了吗 明年就没有后年就没有了吗 不可能啦 你说明年要赚今天的EPS 我跟你讲也是不可能啊 那吃人说梦话啦 但是接下来长荣跟亚民来讲 会变成一个跟联电一样 是一个获利很稳定的公司啊 一定会变成这种状况的啦 因为大家来讲 他船今年造完以后 接下来来讲的话 一些旧船淘汰了 他会慢慢走一个供需的平衡 一定的供需的平衡 但是你说股价能够丢到表现 我也不敢跟你保证 我讲实在话 但是你如果说你有 你套到什么200块的啦 你现在卖在这里有什么 你当长荣涨涨到160 170的150 160的时候 那时候你没卖 你不恳衡一点 卖一点走的话 你说现在跌到九十几块 他明年还要配你二三十块 你卖在这里干什么 那你说老师配了以后有什么用 他也不一定会填洗啊 你讲的也是没有错啊 但是你看后年他如果再 赚个二三十块给你呢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明年来讲的话 景气开始起来呢 孕价又开始跌呢 你干嘛卖在这里 因为现在百业来讲的话 真的你说景气来讲 哪有一个好的 我请问你啊 所以说你说长荣 短短的你说在9月6号 减资前的基准日 跌到四十五块 那老师啊 减资后跌到四十五块 那真吓我一个 你看长荣光成长荣 净值是多少 他减资完净值两百多块 你说他跌到四十五块 他怎么跌 你说是赔钱的话 也不可能跌到那么低 不是吗 所以他现在要跌整 他9月6号之前跌到四十五块嘛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那些 你比较理性一点啊 不要去相信 网络他会胡说八道 而且说是高手 什么叫高手 名字也不讲 就说我是高手 会跌到四十五块 网络就疯成这个样子 你我跟你讲 你若相信他 你自己也是个疯子 根本就是不用去相信他五四三的 对不对 我这两三个礼拜 我就跟你讲说 你没有的也不用去买 因为涨业不会涨太多 但是呢 你有的话 你就放着 但有人问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去摊平也不要啦 真的啦 因为你股票集中太多一档 你集中在航运的话 我跟你讲 你压力真的会很大 赚钱是很赚钱啊 对不对 问题是股价的表现 大概就这么差嘛 你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能怎么办呢 所以说你用一个 比较价值投资 去看他就好了 是一个价值投资的 那你不要说像过去来讲 又变成十块钱 不可能的事情了啦 那这两年钱都白赚了 你看这些公司 长龙 阳明 旺海 为什么一有赚钱 大家就在造船买货柜 就在改善自己的体质了嘛 大家都在改善自己本身 然后改码头啊 对不对 码头台湾的高雄港 基隆港都有他们在包啊 都开始在有钱花下去啊 变成更现代化啦 这都是他们在未来在做一个长远的营运 在做着想 他们绝对不会是看什么股价 那你说台湾老板说一百元以下 闭着眼睛 那还是过去式的 没有了啦 你不用相信他的话 因为他没听成本 他当然这样讲 不用去想那些 那么多了 所以就是定调在 你如果有的话你就持有啦 那你说旺海今天比较弱嘛 你说旺海来讲 我说旺海你有 就真的去换长荣啦 就拼他一个简直行情啦 你从技术面来讲 现在长荣还是最强的啦 阳明赤枝啊 旺海最弱啦 因为旺海他合约价 没有像长荣那么多 所以你看今天长荣 阳明跌有跌 但是旺海就跌的相对多很多 有没有 跌多快2%多嘛 多了2%多嘛 那今天大半也没有跌 有跌嘛 所以长荣阳明跌个2-3% 3%多也可以 还可以接受啊 他们本来就是全职股啦 他也不是因为 他的这个特定消息 有跌很多 如果说他今天 之前要反应 今天至少达到0.800 因为创新低啊 障海集团上指数创新低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去 相信他网路的疯子 或者是骗子 你如果相信他的话 股票乱卖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啦 但是现在股市来讲 也不会很好做 这也是事实 你像我现在做都都 都兢兢业业的啊 讲难听一点 我出手都不会 随便说想买乱买 对不对 今天跟你讲说 他有合一呢 那就恭喜啊 真来假的 谁知道呢 这一开盘 掌停板 也我可以说我有合一啊 你管我有没有买到 我有夸call信就好 对不对 你就不要去相信 网路很很 比较少去相信 这个投革老师用这种 这种很差的伎量 你看我有带会也买啊 买得到吗 对不对 买得到吗 我说我有啊 我有合一啊 对不对 你哪知道我有 我这七百多张 我会买一张我也是有啊 这种东西你不要去相信 那五四三的 你现在啊 操作股票啊 不要去沉迷这种掌停板 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真的赚到钱 有没有买得到 有没有卖得掉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看这种空中楼阁 表面上看得很漂亮 哇每天买我掌停板 问题是你买得到吗 你真的说这个过程当中 你真的有参与吗 我觉得那都太难了啦 我觉得那真的太难 如果说有那么容易的话 没有人去需要工作了 对不对 没有人真的需要工作了 你说合一 我从来也不要看他的 我讲难听一点 从来没赚钱 有啦 他还算有赚钱的工资 还算厉害了 他有保健食品 99.8 对 还是有赚钱啊 你怎么评估他的价值 你说那个商品 刚刚我给你看研究报告 人家也评估出来 到底因为这个商品 他能够赚EPS赚多少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市场想去做 想敢追就追吧 你明天追就已经几乎第三根了 那么勇敢 何必咧 没赚到钱就算了 对不对 不需要啦 看啦 看个人啦 没有说需要不需要 最主要是跟你讲常常的事情 常常的事情 好那我们 这个礼拜 到9月10号之前 我们推好想出国的终究回归 我们参加一年节会期 我们会送你一个公司特殊订制的旅行箱 欢迎多多利用 好 股市龙传 欢迎投资朋友们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马上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明细写清楚 要加入会员会长 欢迎上方让你选择 贴完资料按提交 服务人员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也可以利用我们影片 右下方的QR Code 手机扫描 进去一代的族群做互动 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 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 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对台北了 对台北